太陽是最環保的替代能源 美國有個工程師就建議 把馬路上鋪設的瀝青 改成太陽能板 直接發電 夜間還會發光 不需要路燈 甚至連網路跟電話線都能內建 小滾滾的馬路燙到可以煎蛋 有人靈機一動 把發燙的馬路拿來發電 不但免費 還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 利用現成的道路網鋪設內建LED的太陽能板 不只取代了瀝青 更環保 而且還可以夜間發光 不需路燈 甚至連網路和電話線都可以一併內建 高緯度地區可以利用熱能 直接融化積雪 免除了除雪的困擾 公路太陽能板的材質 採用鬼瘦垃圾 目前研發者正在募集資金 很快就能上路 記者綜合報導 規則